哈喽 大家好 今天中午出来吃饭 我跟冬嫂发生了争论 她想吃粉 我想吃面 最后我赢了 我们来吃一家港式餐厅 你看他们家还有个小院子 凉快点的时候 坐在院子里还是蛮舒服的 我觉得这家餐厅位置挺好的 里面那个是不能走人的 在这个角落挺幽静的 听说老板是香港人 哎呀 我就吃车载面了 哎呀 我想喝一杯鸳鸭 本来说不喝不喝的 看到鸳鸭了我就想喝 冬嫂现在在减肥 但是过来以后就忍不住了 我要喝冻奶茶 哎呀 这咸宁漆 咸宁漆可以回家自己做 我家有这个咸柠檬 然后买漆漆就可以做咸宁漆了 喝奶茶 哎呦 你看它有那个木桶豆腐花 看到吧 好不好 嗯 嗯 都是你爱吃的吧 哎 这都是饮料 啊 上面还有煎饺 反面是那个 哦 反面是吃的 看 通粉 鸡蛋面 哇 哇 这是高热量的 看着就很好吃 哎呀 你看这西多士 哎呀 我也想给一个这个 对啊 好 吃什么 你想要吃什么了吗 我要吃这个 我要一个素春卵的吧 对啊 这个肠粉就是我们在那个哪里吃的 它就是纯的肠粉 你们没有任何东西的 就半酱吃的嘛 我要点个虾子面 然后点猪皮 鱼 菊培 大肠 牛筋碗 萝卜 萝卜 哎呀 看着我就很饿啊 哦 这是土豆 萝卜 哎呀 完了 字都不认识 想要吃什么了 我要开点了 我要开点了 多久没喝了 不喝过 但是我觉得有的喝的那个味道不是很正宗 在这里喝过冬奶茶 去过喝过一次 哪里啊 好运来 天好运 喝过一次 怎么样 它这家可以 但是太甜了 太甜了 让我可以一下 你应该觉得可以 不甜 怎么样 太甜了 奶味可以再重一点 你可以让它再加一点 你看 白淡奶 但是餐蛋面那个是用梅令排午餐肉 好嘞 东西上来了 鱼蛋 先吃个鱼蛋 酱油 肝不肝 你觉得什么呀 忘记点黄油了 再一口 Thank you 好了 加了一份黄油 这是 什么东西 肉皮 肉皮 对啊 是肉皮吗 猪皮 对对对 不一样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我的我的我的 面 没有 你看 我加了 肉皮 咖喱肉皮 这个鱼蛋 这个叫牛筋丸 牛筋丸看起来 这什么东西 这是我家的吗 反正还有大肠 萝卜 虾子面 看着可以啊 先尝一口 先吃 先吃 我一惊 而且它这有种那种怪怪的味道 这个味道是什么 老公你尝一下 它这种 虾膏 哦 你来尝尝 是不是啊 对的 你觉得它的口味怎么样 还可以 关键它这个面 但是它大肠蛮香的 嗯 它大肠蛮香的 要尝尝吗 我不要吃 冬嫂不吃面 哦 我吃了一个我想起来就少了 这香菇丸 这个是香菇丸 是不是很爽 这么吃了还会流口水的呢 我真的是 无论吃了就吃 完了 没见过 谁一边吃还能一边流口水 真是中风 哎呀完了 这中风的气啊 啊 完了完了 看 这个有一股浓郁的虾酱 看里面都是那种虾膏 给大家看一下菜单啊 好了 我吃完了 一共是540.5 还收了7%的税 我觉得它这个找的地方很好 人的很幽静 非常幽静 我觉得这边开民宿也很好 对吧 好了 吃完了 回去了 好了 吃完了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家的口味有点偏咸 我个人觉得 嗯 对 是有点咸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鱼蛋不够弹 那它那个牛肉丸你吃了吗 我没吃那个牛肉丸 我比较好 牛筋丸 牛筋丸 牛筋丸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它家那个丝化奶茶还是不错的 可以满足一下你们在这边喂的寂寞 对 总体还算比较地道的 好吧 哇 给大家看一下 这旁边有栋豪宅 看 他们家边上有栋 大House 这边应该是个泳池 我猜的 好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